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G大叔 那今天又再多來到啾啾雞蛋糕 那他們還有新的口味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那口味就再造一遍 那這個就是新的口味 限定口味 香香火腿 玉米 起司 嗨 老闆娘妳好 那我想請問您今天這個滿滿三種起司有嗎 那我今天要點那個滿滿三種起司 因為這個是新的嘛 玉米 起司 香香火腿 謝謝 這兩個都是起司的喔 可以嗎 可以 老闆娘今天穿的比較休閒風 老闆娘今天穿的比較休閒風 這差不多啦 差不多 那你明天會休息嗎 明天會開 明天會開 喔 了解 謝謝 阿姨 回去了 你要北部洞的話還有可以幫你拿 是盛北部,南部都賣了 大哥,今天要什麼? 今天有奶酪嗎? 沒有,明天,你要的話明天可以有 裡面休假齁? 對啊 布朗尼 也沒有,今天都沒有 今天就來烤蛋糕 你要什麼? 三種 起司 白酥、葡萄 好 好 所以可以看到老闆娘生意還不錯喔 比七碗變得奶吃得下 嗯 呃 上一次有一次吃不下 哈哈哈哈 那個年紀比較大了,然後最近實力越來越差 再加上我因為日夜顛倒 所以我實力變得比之前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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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早上有拍 好 本娘可以下次考慮看看做一個端午節特殊口味 什麼 就把粽子包在這邊 嗯 因為你這個有鹹啊 所以其實可以考慮看看 粽子口味什麼的 把粽子包在裡面 也許不一定是一個創新口味喔 欸 其實雞蛋糕應該變化很多才對 欸 對啦 欸 像那個星巴克也有那個什麼冰粽的 那個也不錯 欸 對啊 可是那又是另外一個 嗯嗯嗯 嗯嗯 因為你吃完這個我們應該就吃就行 嗯哼 欸 嗯 啊 現在烤出來的就是味道很香這樣 嗯哼 嗯哼 啊 那雞蛋也是用這個 有機的嗎 雞蛋用有機的,你說用有機的雞蛋 對,您的雞蛋 一般的雞蛋 用有機的我可能就要 然後雞蛋拿出口就要賣更貴 我想要用就是很假的價錢 了解 可能有人還是會覺得貴 可是其實我都是用好的東西 真的是雞蛋沒有買下去 嗯 這個四個的是三個 那個 伯腿 這樣好,謝謝 好,那最後再拍一下下板娘動作 因為剛剛這個放掉動作沒拍到 這是下一個客人的齁 像黑糖的齁 那口味都是您自己想的對嗎 嗯,算是吧 嗯 嗯,厲害 好,那就是這樣齁 好,那剛烤出來的袋子就是這個 然後很可愛的袋子上面寫著 啾啾雞蛋糕 好,那現在就吃吃看 好,我先拿一個出來拍 然後他就是這個青蛙的樣子 WOW WOWWOWWOW 這個讚 這個扯出來很好看 然後起司還蠻濃郁的喔 有點像那種Pizza的起司的感覺 好,那現在吃吃看 蠻好吃的喔 鹹香鹹香的 然後有著這個滿滿的起司香味 很好吃 因為是剛烤出來的 所以就是特別的好吃 起司味很濃 外面的麵皮很軟嫩 好吃 就是軟軟香香的 今天真的很好吃 那我覺得分數是98 稍微開箱的環境熱了一點 但是滿好吃的 起司我很喜歡 那雞蛋糕就是青蛙的臉 像老闆娘一樣很可愛 讚 很棒喔 起司真的滿好吃的 不輸給永和的那一家無名雞蛋糕 很好吃 很柔軟 讚 起司也可以扯得滿長的 好那側拍一下板娘 板娘今天穿的是一個滿休閒風的 然後長裙這樣 不要怎麼穿都好看啦 哈哈 好接下來是老闆娘的新口味 這個香香火腿 然後玉米粒 玉米起司 玉米起司 然後我覺得這個是小朋友會喜歡的口味 一樣是有牽絲這樣 料滿多的 欸這小朋友會喜歡喔 玉米粒甜甜的 然後配上起司跟火腿片鹹鹹香香的 嗯好吃 嗯 它就是多了這個火腿片的香味 跟這個玉米粒的香甜味 這個小孩子會喜歡 女生也會喜歡吧 嗯好吃 好其實老闆娘滿有創意的喔 東西好吃人漂亮 然後這個 東西也滿真材實料的 嗯 口味很多變喔 然後這個 外面的餅皮就滿柔軟的 很香好吃這樣子 嗯 好那就很推薦大家來買買看 這個應該是女生會喜歡的口味喔 好很好吃 好那這個也是98分 很棒 好那就推薦各位朋友來吃吃看喔 很棒 好那這個就是這一間的JuJu雞蛋糕 個人覺得滿推薦的 滿好吃的喔 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麥格大叔 那請接著就來到南門市場 美食街二樓的成家小館 好那粉絲想說他想要看看這個 黃魚套餐 那今天就點來吃吃看喔 好那菜單昨天有拍過 今天就再度拍一遍 老闆娘妳好 因為那個粉絲對這個黃魚套餐很好奇 他是有什麼 黃魚下去煎 再去燒 過油讓他這樣外皮酥內嫩 下去燒麵線 喔就是 雞湯麵線 雞湯麵線 對 那他是養殖的還是野生的 養殖的 養殖的 現在沒有拍過 吃到那個野生的 喔是 好那我就要一個黃魚套餐 黃魚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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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麵線來套餐 飯的 飯的好了 來一個黃魚套餐 如果是飯的 他應該就是乾煎的這樣對不對 乾煎的 你要麵線來乾煎 要乾煎的 你要麵線我也可以有布小菜給你 喔這樣那我要飯好了 那如果是麵線有點像微麵的那種感覺 對對對 微麵的 你要嚐嚐看 很好吃 我的客人剛剛有吃 因為我今天有點小趕時間 那還是飯好了 飯好 好謝謝 好 乾煎黃魚麵線 我拿麵線 乾煎黃魚飯喔 不會 謝謝 所以你問我說 老闆娘那想要請問 就是您有好幾間分店啊 那這一間才是老店嗎 沒有 木葬那家是老店 木葬那家才是老店 謝謝 謝謝 好 那老闆娘非常的客氣喔 那這樣黃魚套餐就知道是有這個麵線跟飯兩種類型喔 那我今天 稍微小改一點時間 所以我就是吃飯的類型 好 那他們這邊櫃檯上面寫著 陳家1986年成立 所以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喔 感覺上小菜還蠻多種的 好 那在魚煎好之前 那飯先上 小菜就是有小黃瓜青菜 好 這個應該是 海帶豆干 然後青椒 青椒香菇炒肉 好 那吃吃看 其實今天天氣還蠻熱的喔 比較適合吃一點清涼的菜 所以夏天的話這個小黃瓜就很加分 嗯 嗯 清脆好吃喔 然後冰過 然後 它是甜甜 酸酸的喔 有醋醃過這樣子 就這種台式的口味 嗯好吃 它這個應該是海帶吧 嗯 海帶燒豆干 味道跟我媽煮的很像喔 好吃 好 這裡面應該是沒有放肉啦 但是 味道還蠻不錯的 欸 有點油花 它可能是滷了別的東西喔 我不太確定 但是裡面應該是有放肉 只是說這個配菜的時候是沒有肉喔 好 謝謝 那我吃吃看這個青椒炒 這個配菜喔 它這裡面不是肉 是杏鮑菇 口味還蠻不錯的 就是這個很家常的口味好吃 嗯 有點像是家裡的家常菜的感覺喔 不錯 嗯 青菜應該是油菜喔 然後就是有加這個蒜頭去爆炒而已 算是蠻清爽的 好那配菜加上飯的這個分數 欸我還沒喝到湯 湯我喝喝看 好那竹筍湯還蠻清爽的感覺 嗯 嗯 竹筍是新鮮的竹筍喔 但是 湯頭很清淡 喔 配菜單獨平我覺得是90分 那竹筍還蠻甘甜的 不錯 好那這個就是 黃魚套餐的黃魚 蠻大隻的喔 好可以看到 要怎麼說咧 其實這樣的份量 單這個魚大概就有差不多200塊的感覺喔 然後魚煎得很漂亮 好但是老闆娘講說是養殖的 那我會講就是 會先跟各位講 因為我今天主要是要介紹陳家 所以我會把這個 片頭的照片放成是這一隻魚喔 因為雞蛋糕有介紹過很多遍了 但他也不錯啦 喔喔喔喔喔喔 這個魚肉看起來就是很柔軟的感覺 其實我個人也很喜歡吃黃魚喔 以前我小時候蠻常吃這個黃魚微麵 黃魚什麼什麼的喔 那黃魚的肉質很細緻 喔很好吃喔天哪 很新鮮 然後 有這個魚肉的甘甜味喔 你可以看到這個魚肉很細緻 喔非常棒 喔很好吃我的天 很新鮮喔 這黃魚現在在這個市面上價錢真的是不便宜喔 喔真的很好吃 然後我小的時候最喜歡吃黃魚肚子這一塊油 魚油 吃吃看是不是我記憶中那種味道 這一塊魚油真的超級正點 又濃又香 然後讓我 真的吃過就是 這輩子很難忘的味道 你有吃過你可能會記得 這個超香的這個 如果是好吃的魚油 嗯 雖然是養殖的喔 但是它這個又濃又香的味道 就近乎我小時候吃那樣的味道 但是野生的最讚喔 但是現在能夠嚐得到 200塊這樣算蠻便宜的 好吃 然後就是用油乾煎過喔 非常棒 好 剛剛底下我墊了一塊豆干 因為我嫌它躺著 沒有那麼好看 所以下面墊了一個東西 讓它看起來高一點 事實上這個魚是很美味的喔 好非常棒 光吃這個魚就會值回票價喔 可以看到這個魚肉有多嫩 非常棒 外面皮焦香然後魚肉 軟嫩軟嫩喔 非常的棒 然後很鮮甜 當然 是沒有辦法跟野生的比啦 野生的但味道是更香喔 那現在這個海洋資源枯竭 所以要吃到野生的也不容易 然後現在也變得很貴 非常非常棒 不要再挑剔了 野生的很難吃得到好不好 然後 這個大家不是那麼有錢啊 野生的這個大小我看至少應該快1000塊吧 我不太確定啦 至少應該有600以上 然後翻了個面 非常棒 那這樣我下次對它別的套餐都會很期待喔 很厲害 這個魚肉就像女生的肌膚一樣 吹彈可破這樣喔 講誇張一點這樣喔 很棒 外面焦香裡面軟嫩喔 非常棒 輕輕一夾就碎了 非常好吃 好那魚肉的分數我就直接給滿分了喔 魚肉無可挑剔喔 非常棒 而且這個價錢很便宜阿 220而已 220塊算很便宜喔 真的很棒 嗯 超好吃耶 嗯 應該就是只用鹽巴調味過啦 所以算是吃原味的 非常棒 希望你們來吃的時候老闆娘也是這個品質喔 他講說每一次出餐都是這種品質 非常棒 非常非常棒 嗯 超好吃的喔 讓我一口接一口停不下來耶 好那最後就是這一間成家小館 在南門市場美食街二樓進門的第一間喔 蒜菜白肉鍋也很推薦 但是今天這個黃魚 似乎勝過他了喔 哈哈哈哈 非常厲害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們用餐愉快 掰掰